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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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客 炮兵参谋长 贾陶等八人 另外 还有三名工作人员 代表团主要任务有两项 一是购买60个式的武器装备 二是请求苏联援助我国兵工厂的建设 统一步兵武器制使和生产152毫米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技术转让问题 双方商定此次谈判是秘密的 对外不公开 徐向前率代表团于5月25日由北京城火车出发 陪同代表团出访的 有苏联驻华使馆武官 军事总顾问科道夫中将级夫人 列车横贯架欧 于6月4日底莫斯科 苏军总参谋长石杰缅克大将等人到车站迎接 与老大哥谈判相当艰难徐向前 在徐向前下踏宾馆的会客厅 两位总长就谈判事宜交换了初步一届 徐向前向他说明了来苏联谈判的主要任务 希望苏方大力协助 以便早日达成协议 石杰缅克再次表示 对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致以最诚挚 最友好的兄弟般的欢迎 他对徐向前说 我奉斯大林的旨 是 也组成了八人的谈判代表团 具体项目可由双方代表团的专家磋商 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徐向前初次出访 没有外交工作经验 但他懂得 可随主编之理意 认为朝鲜战场打得这样激烈 中国人民为了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不惜做出这么大的流血牺牲 从道理说 请老大哥支援一点武器装备和技术 不会有什么困难 故表示 同一时节免科的安排 没想到谈判竟相当艰难 长达五个月之久 苏联向志愿军提供的军火 从一支枪 一粒子弹 到飞机上的每一个附油箱 都是要中国付钱的 这还不说 苏联在供应先进的米格15飞机时 乘机把他们退役换装的一批米格90飞机 也推销给中国 米格90性能弱后 航程短 作战半径小 油耗大 无法投入战斗 志愿军对此意见很大 后经中方反复提出更换 苏方才同意再给372架 米格15 不令外加价收钱 如在苏联供应的陆军武器中 苏式冲锋枪 重机枪 37高射炮 762解炮 军很实用 但也有很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用过的旧品 他们也要推销给中国 战士们对1891-30式步枪很不欢迎 感到还不如国产的步枪好用 直到10月初 徐向前和石杰勉科的谈判才进头绪 石杰勉科说 斯大林给苏军总参谋部的任务 就是要帮助中国把军队建设好 这个任务主要由我负责请徐总长放心 一定会办好 军队编制要适应战争的需要 高得合理才能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我们卫国战争的经验 建权后勤组织集编制步兵 炮兵 坎克 骑兵师是十分必要的 当徐向前问及军事订货时 石杰勉科回答 我们的运输能力有限 金眼宝能给你们发运16个师的装备 其次14个师 按每年运送三分之一计算 至1954年完成 徐向前提 机缘建兵工厂时 几次谈判时 杰勉科都以外交辞令回避 毫无进展 高岗带了60个师的装备订货单 高岗徐向前 陆续将谈判情况 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便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能否参照苏对我军部兵师的编制意见 初步确定我们的编制方案 以便空盘考虑购置装备的问题 第二 今年16个师的装备订货 可否根据朝鲜战场的急需 多订些高射武器 绽防武器 步兵武器则不订货少订 第三 明后年的订货项目应是冰工厂的谈判结果而定 原则上 我们能生产者不订货 生产不足者根据需要少订货 不能生产又急需者全部订货 根据徐向前的建议 6月下旬 毛泽东主席又派高岗来到莫斯科 带来了60个师的装备订货单 由许向前转交十节免科 因朝鲜战场急需的作战物资品种繁多 数量甚大 在许向前没去苏联前 往往是毛泽东直接致点 斯大林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由许向前出面交涉 弄得苏方颇为头疼 10月的一天 布尔加宁在莫斯科 同时会见金日成 高岗和许向前 他对三位客人说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只有五年多 一直忙于恢复经济建设 对于中朝两国的抗美斗争 我们是愿意提供援助的 可以援助的 一定会援助 许向前听得出 他讲话的意思是说 苏方的援助是有困难的 不能满足中朝方面的全部要求 希望谅解 不久 苏方通知许向前 原定今年提供的16个诗的装备订货 减了10个诗 其余50个诗的装备订货 从1952年1月起 每月发运一个办诗 到1954年上半年 全部发往中国 徐向前和高长出面去找布尔加宁 要求人为职员计划不变 但没能如愿 10月中旬 石杰缅策终于答复徐向前 同意转让几种冰工生产的技术资料 帮助中国建设一些军工工厂 于是 双方签订了 关于中国工厂获得制造苏联式枪炮 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 弹药量品生产技术资料 极必要是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 协定规定的武器 为152毫米加牛炮以下的陆军通用武器 较先进的重型武器 仍未达成协议 尽管如此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苏联的武器援助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场战争中 徐向前功不可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